OK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阿一恩倫 這一集我們要來繼續介紹愛子丸的公協校良 4月份校良前往韓國錄製選拔實境節目produce48 6月15日首播produce48 當螢幕秀出HKT LOGO的時候 練習生們就談論起校良的名字 無疑是擁有超高人氣的關注度 無論是因為外貌或是名聲、經歷 從節目開播前校良的參賽就引起了非常大的話題 節目也特地放出個人自我介紹 校良解釋AKB體系並不是因為人氣高就代表歌唱或跳舞好 雖然沒有太大的把握和自信 但他還是希望能在節目中獲得第一名 認知度高還來參加produce48 看似好像是很冒險的事 但是校良認為自己還有很多的不足 雖然活動了新年的時間 但是對自己有所懷疑更不安 覺得實力沒有增長 然而時間卻在流逝很可惜 希望produce48是一個人生的轉折點 機會而去努力 隨著節目的進行 日本練習生整體的表現並不是太好 普遍拿到D和F的成績 時時沒有出現高等級 因為感受到落差以及日韓的訓練方式的不同 令不少日本練習生落淚 無法得到認可的現實 讓現場弥漫著一股沉重的氛圍 對於這種落差 校良感到不甘心 想要平反並證明日本練習生也做得到 期盼能全力地展現出來 此時大家也把希望和期待 放在尚未登場的校良和鬆緊朱里奈身上 produce48第一集結束後 2018年6月16日 AKB48 Group 這裡進行了第53張單曲 視覺選拔總選舉 校良把這次的選舉 當作是最後一次參選 最後結果以141106票獲得第三名 當主持人念到名字的時候 校良止不住淚水 雖然名次提升 票數上也有突破 但是對於未能達成自己設立的目標 感到難過 想要像是對恩師回報的那樣 這一年指援的不參選 讓校良想要守護第一名位置的願望 卻未能實現 看著耐子美酒進入選拔 想拿下第一名 成為後備榜樣的想法也落空 但是回顧過往的名次 每次都進步沒有下跌 是一份粉絲給的驕傲 校良鳴記在新 結束了7年的總選舉生涯 校良在produce48第一次等級評價中獲得A等級 但是究竟表現的內容和實力 有沒有達到A等級 一直受到很多人的討論 雖然校良的表現 令有些人的期待落空 甚至在導師中間也難以下定論 投票還出現平手局面 但是在演唱的過程中 裴運進老師好像看見了什麼 校良也就在裴運進老師的 極力說服推薦下成為A班的議員 甚至對校良說了 我好像明白你在日本 為什麼會是一位的候選人 或許是校良的決心和自尊 讓老師感受到了 老師更是說出 日本練習生會一下子崛起的預測 校良在練習主T恤的時候 直接挑戰了不擅長的韓文 即使可以選擇用日文 但是因為可以向韓國老師學習 而用了韓文 這種想法令韓國練習生感到驚訝 在時間緊迫的狀況下 還會有想用不擅長語言的想法 態度令人讚賞 校良看到練習不到一年的參賽者 表現得好而受到刺激 反觀自己對這首主題曲感到困難 雖然活動了七年 身體卻還跟不上節奏 懷疑自己沒有實力 開始檢討這七年在做什麼 而感到生氣 重新評價的時候 校良的努力有了回報 導師們看出校良花了相當的時間練習 舞蹈的平衡感不差 尤其日韓語歌詞都背下來 更是令人激傷 更不用說看鏡頭的眼神處理 已經是相當老練 繼續維持在一般 後來校良在C位選拔裡 又再次挑戰了自己 不僅改編韓文歌詞 還準備道具 希望藉此留下印象 經由練習生的票選後 校良的票數和Playlist的李嘉恩相同 再次進行重新投票 由校良勝出 擔任Produce48主題曲的Center 即使勝出 也不驕傲的個性 讓嘉恩也感受到 超越對手 不分勝負的感覺 第一次進演 身為C位的校良 有權率先選擇自己的隊友 他匯集了人氣、實力、外貌、各色魅力的成員 希望能消化各類曲風 被堪稱是復仇者聯盟般的陣容 但是在選舉上玩了一部 錯失表演Peekaboo的機會 輾轉由安玉珍指定作為對手 表演IOI的NomuNomuNomu 上演了史詩般的對決 因為主提取C位建立了信心 校良常試爭取C位 只不過落選 不過當時這主因為裴穎晶老師的一番話 發生了是否該換C的插曲 校良這時替換金草原成為C 不過也必須重新學習更換的段落 結果反而造成反效果 彩排的時候出現失誤 讓校良提出更換C位的請求 同時也對更換所浪費的時間感到自責 不過成為原來習慣的段落又恢復了自信 還得到全組的最高票 校良在第一次的排名儀式裡 成為一位候補的四名練習生之一 拿到第四名順利晉級 雖然經歷前幾週的倚淚洗面 但他下定決心 自此以後再也不流一滴眼淚 第二次進演 校良選擇的是Vocal組 來自BLACKPINK的歌曲 Dududu 這次他挑戰了之前較少嘗試的風格 這組雖然是Vocal 但是因為組員想要加入舞蹈來呈現 導致過程變得有些辛苦 被老師認為做得太多 反而模糊焦點 看不懂定位 整體非常混亂 不過日本練習生的歌曲傳達 收到了稱讚 校良則是為了想要呈現這首歌的風格 把自己想像成具有Girlcrash現象的其他老師 第二次排名是校良落到第七名 讓在場的練習生感到意外 第三次進演 校良被分配到NOE給TAKIRU 校良在練習的時候 除了這首歌的Key對他來說有難度 不過後來也因為第二次排名一世 有練習生被淘汰的關係做了人數調整 校良也就遭到變動 輾轉來到Tachimana組 來到這組後也遇到了是否該換C位的難題 校良和王依然都有各自不同的優點和風格 後來校良雖然還是有一點想當C位的念頭 但是之前有夠RAP的陰影 擔心這次做不好 需要大量練習 最後也就表示放棄爭取C位 專心在負責的段落努力 並獲得了組內第一 第三次排名一世 校良再次成為一位HOPE的四名練習生之一 最後與宮崎美穗一同揭曉 並奪下一位 總學賽舞台 校良選擇歌曲Skinner加油加油 替我按原本高橋助力所在的副主唱二 校良存著包人的想法 協助一同完成這首歌曲 也透過練習生投票入選了C位候補 在最終的發表儀式上 校良與張元英一同揭曉一位 最後以第二名成為埃子丸的一員 在發表感言的時候 他也特別含淚感謝了在台下等待結果的採演 希望能一同出道 而最後這個願望也實現了 Produce48裡的校良不斷挑戰自己 在旁人的眼中他就是一直在突破 國之代表李生姬在第二次排名一世說到 校良在節目剛開始的時候還自信不足 但是在每一次評價都進行了全新的挑戰 他一直在尋找自己的色彩 他的努力更是讓工作人員都透露他犧牲睡眠 就是不斷的練習 他是如此的拚了命 以及於當時在日韓兩地跑的日程裡 也出現因身體不適而遺憾暫停活動的狀況 用盡全力一生懸命 絕不放棄 因為不想輸 所以更努力去練習 這是校良在參賽時所秉持的態度 2018年10月29日 校良以艾茲丸的身份正式在韓國出道 除了艾茲丸的作品外 校良還有參與在2018年11月28日 發行的AKB48第54張單曲《No Way Man》 在這首歌他擔任C位 並且在這張單曲之後 暫停AKB48 Group的相關活動 12月12日 校良以艾茲丸的身份 和AKB48 Nogi Zaka46 Kaki Zaka46 帶FNS歌謠記帶來歌曲《必然性》 這首歌後來收錄在2019年3月3日發行的 AKB48第55張單曲《Type-C》 校良與張元英共同擔任Center 12月29日 校良在節目《大家的廚房》試播機裡 成為半固定班底 雖然當時韓文還不是很流利的校良 成為節目班底 看起來好像很冒險 溝通不是很順暢 不過在節目的過程裡 其實可以觀察到校良韓文的進步 其中在節目第四集開始 還安插了新環節《Cura Show》 由校良擔任MC 透過主持訪問 加強韓文、綜藝等能力 2019年2月6日 校良以艾茲丸的身份在日本出道 9月25日 校良在艾茲丸第三張日文單曲《Vampire》的收錄曲 《Love Bubble》參與作詞 時間到了11月6日 爆發了Produce 系列節目造假風波 7日官方宣布延期艾茲丸首張正規專輯 《Bloomites》陸續暫停艾茲丸的各項活動 無奈此事件也影響了校良的個人廣播節目暫停放鬆 一直到了2020年2月19日 校良才又回到自己的節目 在這集 他也透露了空拍期的一些心情 還有感謝的話 2020年6月15日 校良在艾茲丸發行的第三張韓語迷你專輯 及《Oniric Diary》與十歲奈子一同參與了主打曲《幻想童話》的日文版作詞 好那今天RAM的影片就先說到這裡囉 這支影片總算是為這個系列告了一個段落 前前後後大概也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還真的是有一點感傷呢 不過其實也可以說只是畫下一個逗號而不是句號 因為其實我在查資料的過程中還有很多的冷知識或小故事 這些在日後都可以拿出來再做成影片 那接下來會做什麼系列的影片呢 先在這裡做一個預告 如果有訂閱我的觀眾 其實大概會在6月的時候 有一陣子會發現我蠻頻繁出影片的 因為我其實有很多影片想要做 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實我不太知道觀眾想看的是什麼 所以那一陣子其實算是一個測試 那現在我也有一個答案 還有其實很多觀眾希望過我能不能做誰誰誰介紹的影片 那這些我都很想做 只是在過去這一年發現 製作這一系列的影片實在是太花時間了 所以接下來我會以另外一種內容形式來做影片 然後這就會是另外一個比較長時間而且固定的單元了 那內容是什麼呢? 先買個關子 到時候還請大家再多多支持了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這樣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我暫時還是不會脫口罩了 放心放心 掰掰